国民党立委呢现在呢建议马总统能够到立法院来进行国刑报告 来讲讲这个政策来讲理念 而话题一出呢是立刻引发了立委讨论 蓝英立委就认为总统阐述这个政策理念是好事 但是绿营呢则是希望能够用寻达的方式来进行 不过总统府方面呢说还在演绎 毕竟目前呢和这个立法院长王津平的关系呢是显得有点尴尬 容易引发争议 开议进入第十天 行政立法还是零互动 国民党立委利用跟总统参序的机会 建议马总统干脆亲上火线 到立法院进行国刑报告表明政策立场 总统要不要到立法院来国刑报告 我要看体制还有我们制度的规定 假如说制度有那总统又愿意的话我们也欢迎 我们将一话院长迟迟不能上台报告 我觉得作为一个元首 其实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协商 对各个院小以大意 五个人一轮次或是十个人一轮次 他就做一个综合答复 但是马总统却完全不接受 行政院长没有办法来这个做这个施政报告 但总统来做国刑报告 我们绝对是可行的 绿营立委虽然支持 但是还是希望总统到立法院来不只是报告 还可以接受巡答 对于这项要求 总统府表示 这可能会有违背宪政体制的问题 就算各委员会开始运作 行政立法之间的使节还是打不开 自家人搬出马总统想对外界适宜 但是总统到立法院 还是必须面对主持议事的王近平院长 这个难题恐怕才是总统府考虑的重要因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